嗯,我呢,其實一直想談這個事兒,因為徒悠悠的時候和家長吵過這個問題,我也想很久具體怎麼說,我的觀點呢,其實很簡單,實驗證明管事兒的,是醫學,不管事兒的,不是醫學,我不同意存在這種就是中醫西醫這樣各有所成的這種看法。 傳統醫學呢,並不是一個中國獨有的現象,古星二人認為,人的身體是由黑膽質、黃膽質、血液和黏液構成的,這四種物質呢,對應地水火蜂次元素,你要維持他們的平衡。 美國的開國元勋,喬治、華盛頓,就是被這樣的偉科學害死的,他們覺得他的血液太多了,要放血,然後病情變得更嚴重,然後要放更多的血。 然後,就沒有然後吧。 你做一個中國人看來可能覺得這些人很愚蠢,但是你別忘了,在他們看來,中醫也是一樣的。 大家都有自己的傳統醫學,所以我也再說一遍,沒有西醫這個概念,管事兒的,是醫學,不管事兒的,不是醫學。 不管你這個療法是出自什麼中國,還是印度,還是某個醫生洗澡的時候靈光一閃, 你得證明它。 然後說,我有一個病,我生了中藥,然後好,所以中藥有用。 就好像說什麼呢?桌上有一塊冰,我念了一句咒語,然後過一會冰化了,所以我會魔法,我的魔法可以融化冰。 然後,就這種想法。 不是你會魔法,是冰自己就會化,對不對? 人,自己就會好。 非常簡單的一個原理,什麼呢? 生病病死的猴子,沒有把自己的基因傳遞給下一代。 所以我們有免疫系統,所以我們有腎臟去排除毒素,一身輕鬆。 我知道你可能要說,也許有效,我要試試。 那要是有害呢?什麼維生素啊,營養素啊,維藥元素,吃多麼都有害。 你可能說,我吃了呀,沒什麼害。 你怎麼知道它是,對你的傷害不是慢性呢? 我們還以為DDT沒有害呢?然後,對吧? 我們的傳統醫學呢,是在過去的那些條件下形成的。 而很多這個醫學的突破在進現代。 比如說,顯微鏡,讓我們可以觀測細胞,觀測細菌。 從而知道,有一些病是細菌引起的。 我們的化學發展可以檢測,比如說,血液發射線裡面異常。 而中醫的理論體系呢,是在缺乏這些知識情況下形成的。 它不得不依賴韋科學去解釋現象,並不是那幫人是傻子。 而是,他們沒有,不可能,他們沒有這種條件。 你試過用英文去解釋什麼是上火嗎? I have too much fire in my body. 對吧? 解釋不了,人把你當傻子。 因為人的身體和五行沒有關係。 五行是我們老祖宗想出來的迷信。 人的身體沒有五行。 整個系統就是錯誤的。 你根據這個系統進行的推論,當然也是錯的。 對的時候,是你蒙上的。 你拋硬幣還有百分之五十,該可以猜對呢。 我不是說中醫得出的這個療法或者藥物都沒有用。 當你有很多經驗和嘗試的時候,你當然會得到一些有效的重要方法。 比如說你這個病不吃藥絕對死,吃了藥絕對好。 那我覺得我們不需要現代科學什麼的。 就是有副作用我認為吧,比死強,對不對。 但是不是所有的問題都這麼容易。 如果一個病你不吃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死了, 吃藥也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死了。 其實你可以說吃藥之後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這個被就是行了。 完全符合事實。 但是問題在於是藥的作用嗎? 對吧。 你看這個問題就沒有剛才那個問題這麼容易。 你需要更好的這個實驗方法, 你需要去進入數據,去進行統計。 不能說你吃藥之後好了, 所以你的藥有用,對不對。 但是還有更難的問題。 同樣的例子。 比如說不吃藥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好。 吃藥之後百分之四十的人好了。 那這回我證明這個藥有效果了吧。 您別急,我還沒說完呢。 這個藥很貴,窮人買不起。 不吃藥的都是窮人,他們營養不良。 吃藥的都是身體健康的富人。 那是藥的作用嗎? 還是這些人本身抵抗力就強了? 你說是不是。 我也可以繼續舉例的, 比如說這個安慰劑的作用。 醫生給你打一針,生了鹽水, 或者給你點糖丸, 你就慢慢就覺得好動了。 這都是心理作用。 就是你對你的心理狀態影響你的內分泌, 從而影響你的症狀。 所以你可以說我的症狀有所好轉。 你怎麼知道是藥的作用? 這就是跟為什麼五百塊錢的紅酒, 比五十塊錢的好喝一樣。 都是你的心理的影響的情況。 現在的醫學研究都需要考慮到這些問題。 比如說如果你想消除體質影響的話, 你可以按照體質把別人分組。 每組內部比較, 比如同樣體質的人比較吃藥和不吃藥的效果。 如果你想消除安慰劑的影響的話, 你可以比較 比較藥的作用和安慰劑的作用哪個更強。 而不是藥的作用和什麼都不給的作用。 有的時候其實就是你運氣不好, 那你就需要多找一些人去測試。 然後或者是你看一些過去的文獻, 綜合一下他們的實驗結果。 基本上就是這樣。 而怎麼說中醫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 它確實是可以解決一些相對簡單的問題。 但是並不能說, 因此同樣的方法可以適用於更複雜的問題。 我也解釋為什麼不能適用,對吧。 所以我說, 現代醫學並不是包治百病, 但是現代醫學治不了的, 傳統醫學更沒習。 我並不是說反對中醫的所有成果, 但是你必須要用先進的科學方法去證明這些東西實際有效。 針灸就被證明了有減輕痛苦的作用。 而且這個我們知道不是安慰劑, 因為人做過實驗了, 他說他去比較這個好好渣和瞎渣的效果, 確實結果是不一樣的。 但是這個問題在於什麼呢? 如果你去宣傳針灸有其他的功效, 比如說包治百病, 然後你去利用老頭老太得了慢性病, 甚至絕症, 利用他們無助的心理去開高架坑他們的話, 我只能說你是一個混蛋, 你真是一個混蛋。 我也不反對說去研究中醫技術, 這些經驗, 把他們當作歷史去學, 也許你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經驗。 但是如果你去用沒有驗證的療法或者藥物去治療別人的話, 真的草菅人命。 然後還有一些不得不說的問題就是保護環境。 我沒有那麼多大自然給你生產這個珍稀野生藥草了已經, 而且何況很多基本上都不管事, 比如說冬中下草。 我們對於中醫的迷信不僅是破壞環境, 而險浪費錢。 然後別忘了你怎麼知道沒有副作用, 你怎麼知道你看到這些宣傳不是賣藥的人為了賺錢編造出來的。 所以說有錢的話就會有這種問題。 我想呢, 其實我想對包括我的親人在內, 這個熱衷於保健養生, 相信中醫和保健品什麼的這個廣大中老年受害者。 我想對你們說, 如果你們有現代醫學治不了的病, 我覺得真的很遺憾我們的醫學不夠發達, 沒有辦法治好你的。 比如說心臟病或者糖尿病, 甚至是說可能你有絕症。 但是當你把錢用在這些說實話, 基本上就是騙錢的東西上的時候, 想一想其他人吧。 想一想那些真的可以治好病, 卻沒有錢的人。 想一想我們子孫後代。 我不是喪心病狂說反正你也沒救了, 應該給別人做貢獻。 你的錢是你掙的, 怎麼花我最後就是給個建議, 不能說從道德層面審判你。 我只覺得就是如果我很幸運, 我可以活到你的歲數我今年二生流。 如果我可以幸運地活到這個, 你們都寿終正寢的一天, 我覺得如果我有一身這個科學治不了的病, 我會毫不猶豫地用我繼續去支持研究這些病的人。 當然也許當我的子孫後代有我這一天的時候, 也許他們這些病就能治好了。 然後表演老想健康的時候, 開心地活下去吧。 做那些你小時候一直想做的事。 如果你現在有錢的話。 然後說不定每天這個病就能治好呢。 對吧? 反正科學也一直發展。 我剛才說的那保健品不是指這個醫生讓你吃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天生確實是缺維生素, 或者有什麼病他缺維生素。 如果你保健品就是給這樣人的。 如果你不缺維生素的話, 多餘的維生素會和其他的毒素一起被腎臟光癒掉。 當然,如果你吃很多的話,還是會死的。 還是會死的。 注意一下。 我想說的基本上就是這些。 但是我覺得中醫問題也存在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在於人, 比如說為什麼我們願意相信中醫。 如果我跟你說這個是印第安人波羅、 萨滿發明的一個藥方, 你信嗎? 對吧? 不信,對不對? 我們從經驗中提取規律的能力是有限的。 它有許多的瑕疵。 而這些瑕疵對於我們, 我覺得對於我們的社會有著很多深遠的影響。 但是由於篇幅是限制, 今天就說到這兒。 我們下次再說。 拜拜。